这个男人呼吸急促 看着手中的满堂红 他决定把仅剩的十个筹码全部压上 早已女有些吃惊 随后拿起十个筹码放在桌上 好像确定对手会输一样 男人以为胜券在握 三加二的满堂红还不能将你打败吗 早已女一脸委屈地说道 真是可惜 她右手一抬 将五张牌摔在桌上 这竟然是童花顺 林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怎么可能 我竟然输了 胜负已分 身后的同学为她带上标签 因为在这所学校里 输掉比赛 或者无法支付学生会上纳金的人 都会被认定为不合作倾向学生 从此之后 在学校的地位如同家畜一般 任谁都可以明目张胆地欺负 如果想逃走 那债务就会由她的父母承担 身为班长的林景 成为呼之极赖挥之极去的小弟 然而这看不到尽头的悲惨生活 却因一位新转学的女生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位性格温和的女主叫做孟子 刚进入班级 就被早已女盯上 林景带着她熟悉校园环境 她千叮咛万嘱咐 你只要沉迷学习就好 要是有人找你比赛 就说自己什么都不会 孟子却满是憧憬地说道 这真是让人期待呢 果不其然 早已女在课间发起挑战 她询问孟子要不要比试一场 林景不忍心 几次出言阻止 皆被早已女喝退 孟子欣然接受 她很好奇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游戏 早已女一声令下 班级众人将窗帘全部拉上 这是他们独创的游戏 叫做投票猜拳 30位同学会在纸牌上 随机画出石头剪刀布其中一种 然后再把他们放进纸箱里 孟子和早已女各抽三张 再用这三张牌决出胜负 如果三次都是平手 那这回合就是平局 因为是随机投票 所以三种纸牌的数量会出现偏差 这正是有趣的地方 两人各自持有120枚筹码 每个筹码代表1万日元 下注数量由孟子决定 她第一把选择用两枚试试水 比赛正式开始 这种情况下 选手很少能拿起三种牌型 基本上都是2加1的情况 如果手中有两张石头 那代表石头的比例会很高 那要不要反其道而行之 用步来一决胜负 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 早已女喊出口号 两人同时出牌 孟子选择石头 赢下了第一回合 早已女赞不绝口地夸赞她 好像比孟子还要开心 孟子瞬间严肃起来 因为在第二回合 她准备压上50个筹码 灵紧急地直跳脚 赶紧劝阻孟子莫要冲动 早已女直接命令她滚回去 眼看鱼儿上钩 她立即拿出50枚跟上 第二轮投票开始 灵紧很是担心孟子的处境 双方已经抽完三张牌 在各自盘算之后 两人展开第一轮对决 他们都选择了石头打成平手 然而在第二轮 孟子的剪刀输给了早已女 她有点无奈地吐槽道 剩下的两张都是剪刀 不管怎样都会输呢 早已女将筹码揽入怀中 还挑衅地说道 希望你不要放弃呢 孟子面不改色 决定在下一回合继续用两枚筹码 早已女轻而易举 就赢下50枚筹码 孟子决定在下一回合 继续使用两枚筹码 果不其然 孟子第一张牌就取得胜利 她再次将筹码涨到50枚 早已女有些无法理解 这个女人是不是蠢到家了 灵警上前阻止 却被她充满杀气的眼神给吓了回去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她一声令下 开始了第四回合投票 孟子也是面无表情 却偷偷将手伸进兜里 两人抽完了三张纸牌 在第一轮 双方都选择初步打成平手 然而在第二轮 孟子的石头输给了对方的布 她剩下的两张都是石头 无论如何都是必输无疑 面对早已女的挑衅 她只是低头思索一次不说 第五回合开始 孟子以同样的方式 在第二轮输掉了谨慎的筹码 灵警拿起她的书包宽慰道 别太上火 快点回家写作业吧 孟子却低声下气地祈求早已女 能不能借我点筹码 让我们继续这个游戏 她当然求之不得 还在心里嘲笑孟子是个十足的蠢货 因为这场看似公平的游戏 早就在她的掌握之中 全班30位同学 其中有21人会听从她的指示 她决定在下一轮 让11人投票石头 剩下10人投票剪刀 另外9个人就算平均投票 大概率也只有3账目 只要自己出石头 就肯定不会输 不管你多么可爱 也要再转学第一天 轮为任人鱼肉的野猫了 她问孟子需要多少筹码 孟子竟然回答 我要1000美 而且她要把这些全部压在下一回合 为了证明资金实力 她直接从书包中取出1000万现金 这场面彻底把早姨女镇住了 她更不敢相信 还有如此愚蠢的家伙 可是孟子早已进入状态 比赛的本质不就是疯狂吗 搭上性命的疯狂 才会让人血脉奋章 看你的样子 该不会是害怕了吧 早姨女内心坠坠不安 但这里是她的主场 帖子曾经告诉过我们 有主场跟没主场完全不一样 她最终还是接受了孟子的提议 孟子一脸从容 只顾拿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 1000筹码的比赛投票完毕 两人开始抽取纸牌 早已女设定好了比例 只要抽到石头就不会输 她运气不错 拿到两张石头 内心不禁窃喜 看来胜利女神还是选择了我 孟子却突然指出 你应该是控制了班级上的同学吧 50枚筹码的回合 你就会出两张相同的纸牌获胜 两枚筹码的回合 你就随意出牌输掉比赛 虽然你的手法卑劣 但是精彩才刚刚开始 她的伎俩被一眼看穿 难道孟子有必胜的把握 只要她不知道我会出什么 就绝不可能赢了我 她断定孟子在虚张声势 步的数量最少 出石头一定不会输 可是她没想到 孟子竟然真的出了步 自己占尽优势还是败了 局势出现惊天逆转 早已女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扣除之前输掉的筹码 孟子赢了880万 她辅助早已女的下巴 质问她应该不会赖账吧 早已女根本无力支付 吓得直接躲在柜子下面 早已女操控了其他同学 而下达指令的人 正是她身后的班长林景 她拿出镜子就是窥视林景 自然就知晓早已女会出石头了 林景依然不明白 那你是如何保证自己会拿到布呢 孟子的回答让她惊讶 当然是靠运气了 我讨厌必胜和必输的对决 孟子成功战胜了早已女 这让学生会的一年级成员 黄一越来了兴趣 两人之间又会迎来怎样的对决呢 早已女占尽地利人和 最后还是败给了孟子 她在班级里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 如果不能及时偿还债务 将会成为任人蹂躏的蠢猫 她本想拿林景出气 却发现她已经没了标签 因为在比赛之后 孟子给她一百万 让她偿还负债 早已女只能离开教室 看见其他蠢猫被人欺负 这不就是几天之后的我吗 无论如何 她也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林景解除了家畜认定 非常感谢孟子出手相救 她告诉孟子 这所学校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全是因为两年前 一位一年级新生成为了学生会会长 她凭借一己之力打败就会长 就会长不堪受辱 一气之下破窗跳楼 逃参就任会长之后 提出上脚金排名和笨狗蠢猫之两种举措 所以学校的阶级意识逐渐变强 她本想让孟子收敛一些 谁知孟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试其他比赛了 就在此时 学生会成员黄一月 特意前来拜访孟子 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出要和她比试一场 林景告诉孟子 她家族是有名的玩具制造商 靠着上脚金排名第一进入学生会 但是在扑克比赛中未尝败计 这一下就点燃了孟子的战役 这场比赛已经势在必行 黄一月提出的比赛叫做双重记忆牌 将两幅扑克打乱顺序 被面向上放在桌子上 选手一次翻过两张牌 如果花色和数字相同 选手就将两张扑克收下继续翻牌 否则就轮到对手的回合 率先过半的选手就获得胜利 而黄一月的筹码是100万一枚 她说自己拿不出来 黄一月却毫不在意 她愿意无偿借给孟子2000万 孟子欣然接受 比赛也正式成立 由孟子开始先排 第一手也没有犹豫的必要 她翻出两张四 可惜花色不同 还要再把扑克翻过去 黄一月也没有成功 又再次轮到孟子 这个游戏不仅凭借运气 还要依靠超强的记忆力 对手和自己翻过的扑克都要记下来 孟子翻出了方片四 再找到之前的方片四 这才收集到两张扑克 黄一月也紧追不舍 随后就追赶上孟子 孟子一直以微弱优势领先 比赛越到后面 出现一队的几率就越高 就看谁能率先掌握全部的纸牌内容 在比分来到40之后 孟子翻出一张没有出现过的扑克 比赛又轮到黄一月先排 而在这个回合里 剩下的纸牌已经不多了 黄一月连续翻出对子 直至比分达到52 再来一队她就赢了 她胸有成竹 似乎掌握了一切 果不其然 她又一次成功了 比分过半取得了比赛胜利 孟子眼中含泪希望再比一场 我实在是没有2000万 为什么记下了所有牌还是输了 我不甘心 黄一月同意比赛 却提出一个奇怪的条件 因为她非常喜欢指甲 所以收集了不少珍藏品 只要孟子愿意压上自己的指甲 两人就可再战一场 清纯少女喜好独特 专门收集手下败将的指甲 如果孟子想和她再比试一场 就要将20个指甲全部压上 孟子毫不迟疑地应允下来 殊不知自己已经掉进黄一月的陷阱 她为了彰显公平 在第二轮游戏又拿出两副崭新的扑克 而其中的一副同样被做了记号 他们在箱子里处于低温状态 一旦摆在桌子上 那微小杂乱的记号便会出现 这个时间很短暂 只有两到三分钟 黄一月根据记号 就能识别出每张牌的样式 只要她先翻过正常的扑克 就能在记号扑克里找到相应的对子 孟子的指甲 已然是她囊中之物 这局游戏还是孟子先手 她思考片刻 观众洗礼就传出嘘声一片 第一手还犹豫什么 是不是害怕的发抖了 孟子却不屑一顾 第一章翻出了红桃4 和第一局游戏翻出了一样的牌 黄一月喜不自胜 扬言要收下孟子的指甲 孟子突然发出警告 你父母的玩具公司是行业巧楚 是只有百亿还是千亿呢 你用一场两千万的游戏 搭上父母的一生 你当真做好觉悟了吗 黄一月大惊失色 难道她发现自己作弊了吗 比赛之前 她还在同学面前推销自家扑克 如果作弊这件事传了出去 确实会为家族带来不小灾难 她还想快速结束比赛 在下一回合打败孟子 谁知孟子翻过的第二张牌 又是红桃4 而黄一月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孟子好似探穿了一切 连续不断地翻出对子 观众被这逆天操作征服 喝彩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孟子一气呵成 只用一手就翻出54张牌 因为比分过半直接获得游戏胜利 黄一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孟子告诉她 如果你设计得用心一点 我就束手无策了 因为这幅扑克的记号 和上一把的记号完全相同 这怎么可能 记号存在的时间只有几分钟 她竟然观察到并且全部记下 然后示弱引我入局 这种事人类能做到吗 孟子还希望和她继续比试其余游戏 要不然你也把自己的指甲压上吧 面对如此癫狂的孟子 黄一月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最后哭着任输祈求原谅 还真是无趣呢 看见对手丧失斗志 孟子也转身离去 两人背负着同样的危险 而黄一月却选择了投降 灵景很是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胜负 才能让孟子满足 黄一月在战败之后 被下令逐出学生会 即使百般求饶 也无法改变会长的决定 而早姨女无法接受蠢猫身份 因为学校里有很多人 以欺负弱小为乐 尤其是这个叫做木润的家伙 早姨女可不想成为她的奴隶 她一个人来到传统文化研究所 这是家出特有的权利 他们可以向学生会成员提出挑战 被挑战的成员不能拒绝 也包括会长陶参起罗利 正巧孟子和灵景也来到此处 在和研究所成员握手的时候 孟子就察觉出异样 两人进入大厅 看见早姨女正在跟百合子比赛 而早姨女被逼入绝境 还不忘要向孟子复仇 她一转头才发现 孟子就在眼前 真是仇人见面分外亲切 这场名为生与死的游戏 能否让早姨女成功摆脱蠢猫的身份呢 这是一场名为生与死的游戏 先将十把剑行棋子放在湖里 摇晃之后扣在棋盘之上 棋盘上有30个标注数字的小孔 而两位选手要用筹码猜测 剑行棋子会插进哪个小孔之中 有趣之处在于 即使猜中了也未必会赢 剑刃向上则为生 选手可以赢取30倍所压筹码的奖励 剑柄向上则为死 选手需要支付30倍筹码给对手 在任意一方筹码为零时 以双方筹码差额作为最后的结算金额 早姨女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筹码 耗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她决定孤注一掷 在下一回合将32枚全部压上 她的策略就是把筹码集中在五个数字上 每处放置六个 虽然风险高 但是只要一个中了就能逆风翻盘 百合子却异常从容 好像认定早姨女必败无疑 掀开头中 果然有梅棋子插在22之上 早姨女这次猜中了 180枚筹码绝境翻盘 而百合子却提醒她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再向棋盘望去 那枚棋子竟然是剑柄向上 也就是早姨女要支付给对方30枚筹码 扣除自身的32枚 她的筹码已经是负数了 两人之间的差额更是达到496 换言之 她一共输给百合子4960万 1000万的比赛 最后竟然输了5000万 早姨女双眼无神被人抬了出去 本想逆天改命 却坠入更加绝望的深渊 她看向孟子一言不发 似乎一切不幸的开端 都是源于这个女人 百合子率领手下已是灵人 非要逼迫孟子也来比试一场 殊不知 就算她不主动邀请 孟子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百合子把金额提到4000万 孟子欣然接受 并建议使用100万的筹码 双方的筹码只有40枚 只要有两枚压中棋子 就能结束这场比赛 孟子决定第一轮试试水 就先用10个筹码吧 在百合子同意之后 比赛也正式开始 都压在16往后 而孟子却选择15之前 她说头中上窄下宽 按照概率来说 棋子更容易插进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数字较小的地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核观揭开头中 有两个棋子插进棋盘 17为生 30为死 虽然两人都没有猜中 打成了平局 可是棋子的分布 与孟子的说法相差甚远 孟子突然开启语言攻击 百合子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孟子未早已拟抱不平 她只是想为了荣誉而战 你却借机提出巨额比赛 先给弱者一丝希望 再将他们打入无尽深渊 作为人来说 你还真是够下等了 林景多番劝阻毫无成效 此等言论彻底激怒众人 弄火中烧的百合子 首次睁开眼睛 嘴上劝阻手下说没关系 心中却已经犯起杀意 林景预感大事不妙 这人看起来有点不开心了 而这一切都在孟子计划之内 因为她要在第二回合 将40枚筹码全部压上 两根铁制耳钉穿过手掌 使用她膝腹里面的磁力棋子 手掌下滑的瞬间 控制棋子插入下方的小孔 孟子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她利用语言攻击 不仅嘲讽百合子是个下等之人 还说她名字的谐音 不就是厚颜无耻的意思吗 这彻底激怒了百合子 连一直闭上的眼睛都睁开了 虽然会长只是让她试探一下孟子的实力 但是百合子又怎会甘心受辱 她偷偷暗示核观 要用这个签数一决胜负 谁知这一切都是孟子的计谋 她为自己的言论道歉 毕竟只有百合子出手了 她才能抓住机会将其击败 在最后一秒 孟子把40枚筹码全部压在24上 因为核观的手法有些熟练 她差点没有看清棋子会落在哪里 百合子傻眼了 原来她早就看穿了其中的伎俩 如果先开头中 那她将输给孟子21亿7千万 林景还是不明白 先落棋子再下筹码 百合子又怎能确定对方会输呢 孟子解释道 这个签数的高明之处 就是并不能保证百分百胜率 控制棋子本身就很困难 她也可能被其余棋子挡住 所以早已女才没有察觉 可是学生会资金雄厚 只要在比赛中掌握这个有利的变数 那在上百次的对决后 他们就能积攒下巨额财富 百合子陷入恐慌 这把要是输了 不仅自己会被学生会开除 其余成员也都将沦为蠢猫 孟子让他们抓紧时间先开头中 百合子却根本不敢冒险 研究所全员跪着爬向孟子 希望在揭晓答案之前 两人能达成协议和谈收尾 就在此时 副会长和武士兰突然造访 他们带来会长的命令 不许和谈 立即分出胜负 何官只能硬着头皮先开头中 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十死七生 二十四没有插入棋子 百合子随意压在棋上 反而让他赢了比赛 孟子的筹码变成副数 比赛也随之结束 他一共输了三一一千万 这就是学雄吗 还真是让我甘拜下风呢 副会长没有回答 反手就把家畜标签扔给孟子 在带上标签之后 孟子也沦为蠢猫一员 他和林景进入比赛场地 正下方的房间 并告诉林景何为学雄 先在地板上挖出一个小洞 再用白布遮住 负责作弊之人就藏在下方 利用细针控制点数 从而变得对几方有利 这次比赛 也是有人利用磁铁的性质 将那梅棋子 从棋盘孔弹了出去 孟子瞬间兴奋起来 这个房间的秘密 连百盒子都不知晓 这就是所谓的 要想骗过敌人 就先要骗过自己人 会长果然是一流高手 孟子迫不及待 想跟会长一较高下 不久之后 学生会举行了债务清理大会 林景叮嘱早姨女一定要参加 这莫名其妙的关系 让早姨女差点沦陷 同样沦为蠢猫的两人出现在会场 而在这场比赛之中 孟子因为负债第一 成为大家避之不及的选手 谁知在分组之后 早姨女又一次和她牵扯在一起 孟子被孟润堵在后花园 对方还让她脱掉衣服 孟子没有反抗 解开扣子就脱下上衣 孟润的眼睛都丑直了 很是期待孟子接下来的表演 谁知她竟然违背命令 还说两人跟她的理想型相差太远 孟润的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因为在这所学校里 家畜的命运就是被人欺负 没人会在意他们的遭遇 还好林景及时出现 贾介副会长的名义将两人吓走 看见孟子负债三个亿 林景很想伸出援手 她拿出三百交给孟子 希望她有朝一日能摆脱蠢猫的身份 孟子谢绝了她的好意 因为学生会没有追缴负债 反而是给他们制定了一张人生计划表 在毕业之后 他们必须按照计划执行自己的人生 早姨女虽然坚决抵制 无奈学生会态度强硬 不想接受就立即清还债务 恰逢此时 学生会举办了债务清理大会 四人一组 小组第一可以和债务最少的人交换负债 如果最少之人获得胜利 她的负债将直接清零 比赛的方式也很简单 每一回合 何关给四位选手先发底牌 底牌只有自己能看见 然后再发第二张牌 选手要将她举过头顶 除了自己 其他三位选手都可以看见 通过比试两张牌的大小分出胜负 对子大于铜花 铜花大于散牌 类型一样就比试数值最大的牌 参赛者要先申报自己的负债 学生会根据申报表格 会先替参赛者清还负债 前提条件是 每位参赛者都需要把申报金额写在牌子上 并且挂在身前 不管金额多少 他们只会兑换成十枚筹码 也就是申报额度越高 你的筹码面值就越大 早已女和孟子被分到一个小组 而两人的对手 竟然是以欺负弱小为乐的穆润 还有她的牧利小蕾 穆润利用规则漏洞 先向朋友借了一千万 在申报之后 学生会就把一千万还给了朋友 只要她以负债最少的身份赢了比赛 就能免除债务白赚一千万 孟子说她真是乐观 明明还有可能会输呢 想不到穆润自信满满 因为这是她第四次参加比赛 前三次都是轻松获胜 比赛只有十个回合 赢下筹码金额最高的人获胜 这条件对孟子来说非常不利 她一枚筹码就代表三千一百万 穆润和小蕾的二十枚 加起来也只有三千万 灵景想不出 孟子要怎么做才能逆风翻盘 第一回合开始 穆润压下一枚筹码 孟子似乎不明白自己筹码的价值 随手就跟上一枚 这可把灵景担心坏了 早一名也放弃下注 孟子只是七和八的散牌 而穆润却是铜花 一局就赢下两枚孟子筹码 胜利金额达到七千万 第二回合 三人同时弃牌 穆润不战而胜 又得到孟子和早一女各自一枚筹码 场外的灵景怒不可遏 想要原地变身假面骑士 第三回合 孟子再次压上一枚筹码 穆润反手就跟上两枚自己的筹码 他说孟子筹码价值最高 必须要保留到最后 为了避免没有筹码可用 他只能控制下注的数量 孟子听后反倒高兴起来 那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赢了 然后就拿起三枚筹码直接跟上 这一下可惊呆了所有人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四位选手都配备十枚筹码 可是每人的筹码价值却不相同 孟子只要输掉一枚 就等于输了三千一百万 然而就是这样的比赛 他竟然在第四回合 直接压下五枚筹码 穆润还以为他疯了 要是你这把输了 就只剩下两枚筹码 你就彻底没有机会翻身了 孟子却不以为然 这不就是比赛的魅力所在吗 穆润本就胜券在握 却还想要乘胜追击 毕竟只用五百万 就能博取一亿五千万的机会 可是千载难逢 穆润先开手牌 竟是二五组成的铜花 在他洋洋得意之时 孟子示意他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他手里有四十组成的铜花 这结果惊呆众人 穆润更是气急败坏 孟子却是格外高兴 兴奋的要跟其他人机长祝贺 第四回合开始 早一女只剩六枚筹码 再不出手就没法取胜 他下注一枚 其余三人都跟注一枚 为了摆脱人生计划表的操控 早一女孤注一致 又压上三个筹码 你是笨蛋吗 以为我刚才说了现在就不敢跟了吗 穆润好像看穿他在虚张声势 拿起筹码想要跟注 却又在突然之间停了下来 你和孟子是一伙吧 在上一回合 孟子的表现出卖了自己 他一定是知道了第二张是什么牌 才敢压上五枚筹码 这一把也是一样 孟子用某样方法将第二张牌告诉了你 所以你才敢下注 家畜的伎俩怎么会骗过人类 穆润识破诡计 最后决定弃牌 看到早一女垂头丧气的样子 穆润还在为自己的决定而自豪 谁知早一女忽然破涕为笑 拿起两张手牌在穆润面前炫耀 我就是伞牌啊 最小的伞牌 自以为是的穆润被人戏弄 恼羞成怒 差点动手 还好五十蓝及时阻止 让他把这口气咽下去 第五回合 穆润示意小蕾不要跟注 因为他的手牌太小 怕小蕾把筹码引走 孟子岂会放过这个机会 直接四枚压上 他已经无法分辨 对手是在虚张声势 还是真有好牌 加上早一女持续挑衅 穆润一时冲动选择跟注 其中包括两枚 之前迎来的早一女筹码 可惜她只是散牌 而孟子却是童花 在第六回合 穆润率先弃牌 早一女又用一手散牌赢下比赛 她心中起疑 为什么自己好像被完全掌握住了 这时孟子才揭露真相 你们的把戏也太简单 小蕾通过自己摆牌的方式 向穆润泄露第二张牌的花色 而你的表情毫无掩饰 别人一看便知你的底牌是好是坏 孟子还告诉小蕾 用手写的方式不是更加直白吗 因为我和早一女就使用这个方法啊 第七回合开始 四人用手写的方式传递信息 穆润看见小蕾的手牌 竟然是七八组成的童花 他果断放弃下注 便让小蕾跟两人一决胜负 还愤怒地斥责道 你个笨蛋 给我加注到最大 孟子两人原地笑晕 这不是在告诉我们他有好牌吗 两人一口同声地选择弃牌 而穆润只能把怒气发泄在小蕾身上 第七回合结束 孟子暂时排在第一位 而这场比赛的高光时刻也即将上演 孟子和早一女已经完全掌控了比赛 在第八回合 穆润只是跟住一枚筹码 早一女就把他的底牌分析得明明白白 你想要翻身 就该用价值最大的孟子筹码 可是你不敢又不想放弃 我猜你的底牌 最多是不大于五的童花而已 穆润被全面碾压 这一把又输给了早一女的对子 第九回合开始 他紧张得满头大汗 要是以第三名结束比赛 他就要和第一名调换债务 从白赚一千万到负债五千万 穆润瞬间变脸露出笑容 哄骗小蕾把孟子筹码压上 这把故意输给我 你乖乖做第四名就好了 常年被欺负的小蕾 脑子里只有服从二字 果然把仅有的孟子筹码放了进去 孟子选择跟住 穆润已经没有退路 他只有赢下这把才能逆风翻盘 孟子先排是六大铜花 穆润一声惊呼 迫不及待地先开底牌 他竟然是七大铜花 赢了 终于赢了 五枚孟子筹码价值一亿五千万 我铁定第一名了 嚣张气焰再次降临 从明天开始 穆润要让他们两人 见识下真正的地域 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孟子两人却格外轻松 穆润也突然发现 他们还有逆转胜的可能 只要把筹码故意输给排好之人 那自己只能沦为第二名 现在就看两方谁的运气好了 他发现小蕾底牌是对九 这下孟子必输无疑 穆润选择弃牌 让小蕾继续比赛 孟子选择跟住 他在内心讥笑孟子愚蠢 不用双手捂住嘴巴 都会憋不住笑出声 谁知孟子早知道这把会输 还劝说早姨女支持自己的计划 因为现在的比赛结果实在让人不满意 而早姨女更是出人意料 直接把三枚孟子筹码压上 穆润才看明白 要是小蕾赢了 他不就收获于一七千万成为第一了吗 其实从穆润现在的视角出发 小蕾第一才是最优解 因为他负债两千万 比孟子和早姨女都要少 他和小蕾调换债务损失才最小 但穆润还是命令他放弃手牌 孟子也告诉小蕾 摆脱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 如果现在还未手未脚 那跟打开笼子还不逃跑的猪 有什么分别 想到自己被穆润欺负的过往 一直压抑在内心的委屈终于爆发 穆润的恐吓失去了威慑之力 小蕾也想亲手赢回作为人类的尊严 他拿起三枚筹码拍在桌上 就让我们一决胜负吧 孟子和早姨女都是散牌 小蕾有些吃惊 他心怀感激地掀开底牌 用一副对子赢下第十回合 穆润本打算白赚一千万 现在却排名第二损失一千万 但这些钱只是小菜一叠 他威胁小蕾会让他付出代价 五十篮公布比赛成绩 早姨女第一 小蕾第二 孟子第三 而穆润竟然是第四名 你傻了吗 连算数都不会了吗 我这五枚孟子筹码就一亿五千万了 怎么可能是第四名 孟子和早姨女笑出了声 没想到还有如此愚笨之人 负债金额由自己填写 真正申报三亿一千万的人是早姨女 在拿到债务牌之后 两人又进行调换 所以孟子筹码只值五百万 穆润从一开始就掉入陷阱 他排名第四 债务变成了三亿一千万 而小蕾的债务没有改变 穆润失去理智想要动手 被五十篮从背后垫晕 都警告你好几次了 咋这么不听话呢 早姨女利用林景的名义申报负债 所以剩余的两亿六千万 学生会直接交给了林景 虽然她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走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还给两人 并恭喜他们取得胜利 而孟子下一位对手 又会为她带来怎样的比赛呢 孟子被人戴上手铐 关在破旧房间内 主使之人正是学生会成员生智魔 他曾经挑战会长吃了败账 最后被夺走左眼陷入疯狂 他一直被关在学生会监狱之中 直到孟子和早姨女 从学生会迎走三亿之后 按捺不住的田峰打算搅乱局面 趁机从逃参手中抢走会长之位 他私下放走生智魔让其迎战孟子 这场比赛和金钱无关 因为生智魔素来追求恐惧 所以败者只能沦为枪下亡魂 林景劝阻孟子不要参加 下一秒就被左轮领住了脑袋 生智魔这才满意 而孟子的神情也严肃起来 双胞胎为孟子讲述规则 先由何官把五张不同纸牌随意摆放 两位选手再摆放自己的纸牌 先排之后 纸牌的图案和位置跟何官一样就加一分 最后的比分之差 就是每个回合的胜点 每次开始之前 两人各自分配一把手枪 自己选择要装填几发子弹 然后将两把手枪投入木箱之内 胜者随机取出其中一把手枪 他有多少胜点 就可以向对方开多少枪 孟子也提出三个条件 何官要让林景来做 败者要额外支付十一给胜者 这两个条件 生智魔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可是孟子最后限制 两人只能比试三个回合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生智魔很是扫兴的质问 难道你是想跟我打成平手吗 林景恍然大悟 只要胜者故意射偏的话 双方都不会受伤 那就能平局收尾了 听到此处 生智魔再加一条规则 如果子弹没有击中目标 对方就获得相应次数的回击 这样一来 哪怕孟子无心伤人 也会把机会让给生智魔 林景没有自信担任何官 孟子握住他的双手宽慰道 不肯定会赢 因为我们之间不是有暗号吗 林景豁然开朗信心十足 而生智魔却毫不在意 他被双胞胎领去隔壁房间 表面上一脸从容胜券在握 实则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什么暗号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他换位思考 孟子的目的是平局 平局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让两人猜中的数目一样 这个基本没有可能 因为孟子又没有读心术 难不成是不装子弹吗 这好像有点希望 孟子当面说出两人之间有密码 这种情况下 生智魔为了避免中枪 当然会选择不装子弹了 林景毛色顿开 准备进行比赛 为了瞒天过海 还故意摆出一个手势 假装给孟子通风报信 在他结束之后 轮到孟子两人装弹 可生智魔的行为出人意料 他竟然直接装了六发子弹 这要是让他赢了 孟子可就没命了 两人也将纸牌摆放完毕 现在轮到林景揭晓答案 孟子和生智魔的前两张都猜中了 第三第四张也全部猜错 最后一张牌决定胜负 孟子居然败给了生智魔 他不禁笑出声 什么暗号 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生智魔从木箱之中 抽出一把手枪瞄准孟子 如果这是他的手枪 那孟子必死无疑 面对疯癫狂人生智魔望 孟子是否有机会死里逃生呢 他掏出一把手枪瞄准孟子 孟子却从容劝说道 我要是你就不会开枪 枪口有红色印记 那是孟子用口红留下的符号 他在里面装了三发子弹 还用口红填满了枪膛内部 你开枪就有一半几率点燃火药 高压气体会导致枪体爆炸 你用来射击的时候也会灰飞烟灭 这个风险也是你单方面承受 还没等孟子说完 生智魔就扣动了扳机 局势瞬间平静下来 孟子告诉他 其实我没有装入子弹 里面也没有塞满口红 即使有子弹也能正常发射 你以为编两句谎话就能让我认输吗 生智魔感觉自己被小看了 他警告孟子 再耍无聊小把戏 我会亲手杀了你 孟子毫不示弱 他保证自己会让比赛平局收尾 生智魔很势不解 你跟我一样追求未知带来的恐惧 为什么不肯全力以赴一决高下 孟子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在这场比赛里 他感觉不到任何恐惧 因为他相信林景一定可以完成平局 第二回合开始 林景也在思考 要怎么样才能让孟子全部猜中 现在共享的信息 就是三人上一把的摆牌顺序 作为核官 自己的顺序肯定会被生智魔记下 所以林景选择 用孟子的顺序摆放纸牌 两人默契十足 孟子果然跟上把摆放的一样 而生智魔只猜中了三张 孟子在木箱之中抽选手枪 上膛 瞄准 一气呵成 更是面无表情的扣动扳机 连续两次都是空响 你毫不犹豫的开枪 难道心中就没有射中的恐惧吗 当然没有了 因为这是我的手枪 一发子弹15克 你填满六发子弹 想要分辨出自己的手枪 还不容易吗 虽然被耍了很是气恼 但生智魔对第三局充满信心 林景也忽然发现 第三局被做了手脚 他想通知孟子 却根本不是双胞胎的对手 生智魔也威胁林景 十秒之内不摆放好纸牌 就直接击毙孟子 林景无奈之下 只好顺从 生智魔为了防止孟子分辨手枪 这把选择放入一发子弹 可孟子却态度一转 作为对你的惩罚 我决定放入两发子弹 生智魔大吃一惊 他完全捉摸不透孟子的想法 但他就喜欢危险的比赛 于是又追加了一发子弹 林景先开底牌 还是一样的顺序 却前后颠倒 生智魔幸灾乐祸嘲讽孟子 是不是发现纸牌不对劲了 你的做法也太低级了 前两个回合 屏幕中的林景使用左手摆牌 可他并不是左撇子 还有那张波形纸牌 对称的图案 他现在跟之前的方向相反 这很明显 前两个回合使用了镜像播放 这么无聊的作弊手段 怎么可能会骗到别人 可生智魔却一脸得意 他掀开自己的纸牌 竟然全部猜错一个没中 他知道孟子不会中计 所以故意让他赢取五个胜点 两把手枪都装有两发子弹 发射五枪就意味着至少射中一次 生智魔不易求败 想在孟子手下走向死亡 而孟子技高一筹 反倒中了敌人的诡计 孟子喜欢势均力敌的比赛 无论多么强劲的对手 他都能找到破绽 逆风翻盘 可生智魔却一心求败 他故意猜错五张纸牌的位置 这样一来孟子就领先五个胜点 而左轮手枪装有两发子弹 射击五次 就至少会命中生智魔一枪 孟子掀开纸牌 他竟然也猜错了纸牌位置 因为生智魔的小心思 早就被他看穿了 无论是前两局的试探 还是最后一局 破绽百出的作弊手法 你的目的就不是赢比赛 反而是想死在我的枪下 最后的结果 果然跟孟子预料的一样 成为平局 生智魔功亏一溃 可是他始终不明白 既然孟子看穿了一切 第三回合不装子弹 再赢下比赛不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放入两发子弹 增加射中的概率呢 孟子解释道 放入两发子弹更安全啊 如果他选择放入空枪 那两把手枪的重量 就只有15克的差别 即使是孟子 也无法保证选到自己的手枪 两人都装上两发子弹 生智魔为了确保被射中 就需要输掉五个盛点 这样平局反而更加简单 听到此处 生智魔陶醉地看向孟子 直呼女神大人 他跪在地上献出手枪 希望孟子能成全他的夙愿 可他的行为 剥夺了孟子享受比赛的权利 也成为孟子讨厌之人 作为惩罚 他当然会拒绝生智魔的要求 为了给林景出气 孟子还想回去重新发火 还好被林景拦了下来 孟子问他 为什么第三局 还是按照之前的顺序摆放纸牌 他说自己相信孟子 一定能看穿敌人的诡计 也会想出破解之法 孟子很是欣慰 邀请林景去食堂品尝甜点 正巧碰上了早姨女 田峰本打算让她进入学生会 壮大势力推翻逃餐会长 早姨女不愿成为别人的玩偶 当面拒绝了田峰 由于孟子表现突出 学生会的绝对权力出现裂痕 众人决定派出下一位成员 挑战孟子 她就是校园女神优美 在学校拥有众多粉丝 就连林景都是她的真爱粉 别看她笑容田美平易近人 跟粉丝互动也亲密无间 可是私下里 她发自内心地讨厌所有人 优美认为他们都是下等家畜 一身汉丑还要跟他们握手 真是超出了忍耐极限 但她还要伪装下去 因为从这些人身上 优美可以捞取不少财富 这样才能实现进军演艺圈的梦想 这时田峰进入休息室 确认优美是否看了孟子的资料 优美已经做好准备 跟孟子一较高下 校园演唱会正式开始 林景因为抢不到票 只能在场外感受偶像气息 黄一月出现 牵起她的左手 这可把林景吓了一跳 她实在无法理解真爱粉 但还是带来三张入场劝 早已女一脸无奈 被两人拽来一起观看演唱会 明明是孟子的提议 可三人始终找不到孟子的踪迹 就在此时 优美突然宣布一个劲爆消息 一位新成员即将出现在舞台之上 众粉丝万分期待 这位新人也让三人组大惊失色 只见孟子换了一身装扮走上舞台 比起优美也毫不逊色 而两人之间又要展开怎样的比试呢 折参孟子化身偶像 竟然要跟校园女神一绝高下 别看表面上的输赢是五千万 暗地里 两人都赌伤了自己的一生 看戏三人组惊慌失措 没想到看个演唱会的功夫 孟子也能跟学生会纠缠不清 不久之前 孟子进入休息室拜访优美 杀之仔细搜身之后 方才安息让孟子进屋 优美还是一副甜美笑容 期待着跟孟子的比试 孟子拿出被撕碎的粉丝来信 告诉优美不用演戏了 优美终于卸下伪装 斥责这帮粉丝都是一些肥宅 什么应援 什么见面会 有这个功夫 还不如认真听我唱歌 要不是为了以后的演艺事业 谁会搭理这帮一身臭汉的家伙 孟子将杀之搂进怀中 然后从他身上取出了录音设备 就在杀之搜查的时候 孟子将设备放进他的衣服里 优美刚才的自白已经被录下 如果她输了比赛 这份录音也会被公开 她的偶像生涯也会随之结束 优美反倒狂笑起来 这样的比赛正合心意 她发誓在赢了之后 会让孟子不停地进行体力劳动 最后迈到国外的网站上 于是赌上人生的比赛正式开始 两人通过一个十面头子 选择将要进行的对战 胜利者可以在打井游戏上画下标志 谁最先连上三个 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优美投出一个四 比赛项目是演唱实力对决 她一首成名曲点燃现场氛围 林景完全忘记了孟子的处境 还跟随着歌曲手舞足蹈 黄一月向两人询问 孟子的唱功如何 两人不约而同地回答 应该是不太好听 孟子站在台上闭上双眼 前奏响起的刹那 台下传来嘘声一片 她竟然要唱毕业歌 敬仰无师 然而在孟子开口之后 在场中人皆为之震撼 清脆悠扬的歌声直击心灵 一首充满离别与感恩的毕业歌曲 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孟子也以98的成绩赢下第一回合 随后将蛇形图案放在正中间 第二轮游戏是剑木张鱼烧 优美捂着嘴巴说太辣 孟子又轻松取胜 眼看她就要赢下比赛 可是接下来的小游戏 优美连续两次胜利 两人又打成了平手 第五回合 是极限抽鬼牌游戏 如果优美胜利 那孟子就彻底输了比赛 但是优美太了解节目效果了 投资上的游戏 她都有能力获胜 为了制造紧张气氛 才故意输给孟子 她决定这把继续放水 然后再来个两连胜赢下比赛 鬼牌左上角做了折痕 这个小把戏自然瞒不过孟子 优美肯定孟子会将记就记赢下这一局 比赛开始 孟子看见折痕 也终于明白了优美的计划 她顺水推舟将鬼牌留下 按照优美的设定再赢一局 只要再赢一次 孟子就能打败优美 比赛来到决胜局 孟子换回校服 她回首看向游戏列表 然后投出了五点 这局强力粉丝游戏是优美的强项 可是孟子却说 这是她唯一能够获胜的游戏 两人要从现场的粉丝中抽选一名 并猜测她的生日月份 优美暗自得意 因为她早就把铁杆粉丝的个人信息背了下来 毕竟对他们来说 你只要表现得稍微在意他们 就能源源不断地赚取金钱 可是孟子竟然表示 这个游戏才是她能获胜的唯一机会 说吧 她利用投资选择粉丝号码 31号 这个人会是谁呢 粉丝们面面相去 都希望自己会是这个天选之子 直到答案揭晓 优美直接傻眼了 这个人竟然是早姨女 孟子亲切地跟她打招呼 而优美却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为什么还有粉丝之外的人来听演唱会 如果她是孟子的朋友 那自己不是输定了 优美目瞪口呆经在原地 她实在无法承受 把之后的命运堵在一个数字上 但是比赛还要继续 只见孟子在纸牌上画出一个6 优美瞬间解脱 只要她也写6不就可以平局了吗 突然内心的想法有了分歧 孟子可不是一般人 她怎么会轻易暴露自己的答案 优美灵光一闪 只要把纸牌上下调转 那6月就变成了9月 她一定是在故意误导 经过一番思索 她最终选择了9月 轮到两人揭晓自己的答案 谁知孟子真的写了6月 优美一脸诧异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众人期待早已你公布日期 她说自己生日是3月8号 这结果又一次惊待优美 孟子的6月比较接近 她将打紧游戏连上三个 也成功战胜了优美 优美很不理解地问道 明明是3月 你为什么要写6月 孟子告诉她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也不知道早已你的生日 我们虽然是朋友 但相识的时间不久 再者说 如果我知道她的生日 那比赛岂不是很无聊 杀之将5000万交给孟子 并祈求孟子不要公布录音 优美却已经做好觉悟 如果在这里被人抛弃 那梦想终究是遥不可及 杀之听从指示 播放录音 粉丝们终于听到偶像的真实想法 自己的喜爱 只不过是她的赚钱工具 所有亲密互动的背后 都被优美发自内心的厌恶 他们的幻想也终于破灭了 优美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向大家道歉 杀之也为梦想结束而流泪 而就在此时 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一幕 看到大家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 优美方才明白 这种喜爱远比金钱更有寓意 只有三人组一脸雾水 不明白这是什么展开 这件事刚要结束 孟子却突然站出来 他告诉大家 罪魁祸首还没得到惩罚 因为就是这个人 把粉丝来信和录音交给孟子 而他就是学生会三把手都生田风 所有目光都聚集在田风身上 众人要求他给个说法 田风的目的已经达到 让孟子打败学生会成员 最后把责任推给会长 他走上舞台否认孟子的指控 还说他们根本没有证据 一切都是猜测而已 孟子微微一笑反问道 证据重要吗 别忘了 在这所学校里 胜负代表着一切 孟子当面提起挑战 田风却直言拒绝 你一个家畜拿什么跟我比赛 说吧就想离开舞台 既然如此 孟子只好使用家畜特权 他摘下身份牌子扔给田风 向他发起攻势战 而这种挑战 学生会成员无法拒绝 两人之间的比赛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数呢 舌参孟子做出惊人举动 所有人都以为 他攻势战的目标是会长逃参 而此时此刻 孟子竟然向斗生田风发起挑战 这明显不在田风的计划之内 可还没等他拒绝 副会长便起身宣称 自己愿意担任两人比赛的核观 即使到了现在 田风的内心还在小看孟子 他决定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 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孟子击败 这场比赛项目叫做选项扑克 使用除去鬼牌之外的52张牌 基本规则和缩哈一样 每人5张手牌 有一次换牌机会 最后比较手牌大小 但是他们只能下注和加注 并且没有上线 累计金额最高的人拥有选择权 他可以选择比大或者比小 哪怕你一手砸牌 只要有了选择权 也能赢下对手的童花顺 黄一月已经崩溃了 他认定孟子没有胜算 因为这场比赛 只要有足够多的资金 就可以支配比赛规则 灵景还很乐观 孟子拥有311千万也不少了 黄一月却警告他 千万不要小看了学生会 每枚筹码代表1000万 孟子将全部现金兑换成31枚筹码 而田锋一张嘴 就先兑换了100枚 一出手就是10亿现金 这可吓坏了观战的灵景同学 第一轮游戏开始 孟子在拿到手牌后 选择更换两张花牌 田锋也选择更换一张手牌 他率先下注10枚筹码 孟子反手加注到20枚 田锋放弃跟注 将选择权让给孟子 孟子思索片刻 最终决定比大 副会长宣布开牌 孟子将手牌一摊只是杂牌而已 而田锋同样是5张单牌 因为双方都是杂牌 田锋的黑桃K 输给孟子的红桃尖 第二回合开始 田锋得意说道 你上一把的选择确实出人意料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弱一点 副意舍弃了两个队子 然而最后却选择比大 一般人还真是做不到呢 孟子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田锋说道 这女人果然是疯了 要不是之前有四位学生会成员 败在孟子手上 他还真被这不合理的行为迷惑了 孟子继续比赛 这次他扔出一副队子 选择换牌 林景彻底迷糊了 他搞不懂孟子的目的是什么 田锋却胸有成竹 似乎看破了一切 要么孟子就是瞄准的杂牌相比小 要么就是双队或者满堂红 在舍弃一队之后 想让我选择比大 然后他利用剩下的队子 或者三条赢下比赛 别说拿到这好牌的概率有多小了 就算拿到了 有人会舍弃一副队子吗 除非这个人是蛇餐孟子 田锋做好打算 直接将五张手牌摊在桌上 并告诉何关不需要换牌 这一举动深得孟子赞赏 他将剩余筹码全部压上 精打细算太傻了 我们来做个了断吧 田锋选择跟住并夹住一枚 顺利拿下了选择权 他没有丝毫动摇选择比大 孟子将手牌打开并说道 真是太可惜了 我只是砸牌 因为田锋有对子 所以孟子输了 黄一月不敢相信 自己选择的不败神话 重回学生会的希望 就这样被打败了 他继承家业的梦想也破灭了 田锋自信满满地宣布 孟子战败 可是当他转身离开时 何关却问孟子 是否继续进行比赛 而接下来这一幕 也完全超出了田锋的计算 蛇叹孟子一手杂牌 将全部身家输给了斗生田锋 当他以为比赛结束时 副会长却问孟子 是否要继续比赛 孟子转头看向黄一月 询问他能赞助多少钱 黄一月明显有些犹豫 在他输给孟子 被学生会开除之后 就认定孟子会成为下任会长 于是他千方百计接近孟子 希望能依托这位不败神话 重返学生会 可是要把战队行为 放在明面上 黄一月还是有点心虚 田锋已经赢了比赛 自然不想节外生枝 他为了拉拢黄一月向他保证 只要你甘心做个花瓶 我便向会长求情 在学生会给你留个位置 眼看黄一月内心动摇 孟子立即反驳道 能决定自己价值的人 只有他自己 是做个无能之人换取安逸 还是赌上一切 哪怕本身碎骨也要实现理想 全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黄一月错过孟子 走到田锋身前 他发誓要让田锋后悔小看了自己 随后就来到桌前 向何关追加100枚筹码 因为他心里明白 逃餐会长 绝不会再次接纳自己 而且被人小看的感觉也很不爽 田锋认为这是愚蠢的选择 他想将两人一起击败 第三回合开始 田锋换了两张单牌 孟子顾忌重施 扔出一对皮蛋选择换牌 然后又加住20枚筹码 田锋万万没想到 这个疯女人又来同样的招数 正常来说 他肯定是想比小 只要不接受挑衅 顺势而下 孟子的方法就不攻自破 但是田锋不想因此认输 他选择加住 要跟孟子一决高下 两人来回加住 孟子最后将100枚筹码全部放上 正常人可不会这么做 田锋欣赏孟子的勇气 在加住30枚之后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阵营 为了夺回选择权 黄一月再次追加100枚筹码 这超出了田锋的计算 他也只好追加100枚 两人开始轮流加住 孟子却沉浸在 于死网破的气氛之中 很快 这100枚筹码也全部耗尽 黄一月无奈表示 这已经是全部资金了 田锋嘲讽道 你果然很无能 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钱而已 随后他又加住100枚 总共下注金额达到30亿 孟子突然说 即使没有现金 也有其他东西可以用 你身为一流玩具公司的千金 以后的人生算下来 到底能值多少呢 一天要把人生都压上 黄一月退缩了 这要是输了比赛 他就要一辈子沦为家畜 永无翻身之日了 癫狂状态的孟子步步紧逼 黄一月双腿发软 直接跌下了擂台 当他缓过神来 发现孟子已经回到座位 孟子给他一个忠告 如果你看见我的手牌 还继续犹豫 那你的野心 也就只有那点程度了 说我怕可以 但是谁都不能小看我的野心 黄一月一狠心 把最爱的指甲放进嘴里 忍着剧痛将其咬下 随后吐在桌子上 他左手一排选择家住 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压上 孟子拿起两片指甲 为了这般觉悟 根本就不能做数 僵持之际 一个意想不到之人出现 打破了现场的僵局 他为了表示决心 忍着剧痛咬掉了两片指甲 左手一排 便要压上自己的人生 孟子为这般觉悟如痴如醉 斗生填风却突然反对 人生是无法计算价值的东西 要是没有现金了 就赶紧开牌吧 但是副会长接受了家住 黄一月家族的公司 总资产超过千亿 如果他能拥有继承权 那用人生能换取的筹码 能值个120亿 斗生填风极力抗议 别说是你了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资格 做出这个决定 事已至此 副会长终于摘下面具和假发 一头银发映入眼帘 没人能够想到 面具之下竟然是会长陶餐 他已经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可失去选择权必输无疑 想要实现打败陶餐的梦想 他也必须压上自己的人生 虽然计算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陶餐仍然给了他100亿 最后算下来 选择权还是落在斗生填风的手里 黄一月可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让孟子把灵景和早一女也都压上 那不过是杯水车薪 双方都达到了极限 他们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终点 现在就看田风的选择了 他打开手牌有三张八 相比于孟子面无表情 黄一月几乎要哭了出来 斗生填风为了追求王道之路 最终选择比大 而就在此刻 孟子终于露出笑容 黄一月也停止哭泣 眼神里充满了必胜信念 作为送给田风的临别赠言 孟子摊开手牌 他也是三条 但是要比田风大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输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不敢接受梦想破碎的现实 田风终于自己的王道之路 可是在这场比赛里 关键时刻放弃手牌 在得势之际拿下比赛才是王道 如果这样 孟子迟早会输给田风 黄一月看见手牌之后 就明白 孟子放弃一对皮蛋是在故意装小 所以他才压上自己的人生 故意把田风拖进比赛 而他失败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小看了黄一月的野心和魄力 田风彻底失去了理智 还没等打败会长陶参 就败给了无能的黄一月 在他抱走之际 陶参一句 你被开除了 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镜片碎裂 瞬间白发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失去了意识 一切尘埃落定 孟子和会长两人首次交谈 他很希望能跟会长正面对决 但是陶参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早已女独自发呆之际 一群身穿黑白衣服的不明事例找上了他 带头的女人叫做不火 半年前 他和两位同伴一起挑战会长 比赛项目叫做21点 第一位选手要了一张牌 达到了17点 不火17点继续叫牌一共20点 而第三位选手选择了过牌 轮到陶参连续发牌 他五张牌的点数已经15点了 三人急迫希望 他的点数超过21 可是第六张牌是6点 加起来正好21 不火被吓得连连后退 如同走火入魔一样 满头秀发变得凌乱不堪 在绝望的尖叫声中 接受自己失败的现实 如今他加入村民组织 一起对抗学生会反对家畜制度 就连木润也在其中 而村民的领袖 是一位叫做村雨的学生 他也是唯一一位 赢过会长逃参的男人 早姨女是否会产生动摇 加入这个不明势力呢 蛇参孟子打败了斗生田风 一人连续战胜五名学生会干部的战绩 让孟子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学生会威严受到挑衅的同时 还有另一股叫做村民的势力 大行其道 他们解救被欺压的家畜逐渐壮大 即使有人想使用武力 他们也不会默默忍受 这种行为迎来了不少掌声和尊敬 早姨女拒绝了村民的邀请 不知为何就被绿衣军团盯上了 他转身逃跑 踩着对方身体凌空飞起 谁知用力过猛 腾空时间较长 最后直接掉进麻袋里面 领头人叫做犬八 他们听说早姨女拒绝了学生会 感觉他帅气酷炫 非常人能比 这几句夸赞那是相当受用 反正也是闲来无聊 他决定和犬八合作 一起对抗学生会 学生会四面林敌 五十篮主动请英 他保证会解散村民 并盖住孟子的风头 于是一场涉及全校学生的活动正式开启 学生代表指名选举 最后获胜的代表可以赢取三亿日元 同时还有一份空白的人生计划表 不管在上面写下什么愿望 学生会都将倾尽全力为其实现 参赛选手需要两人一组 其余学生必须投票给候选人 他们会借给每位学生一千万作为投票基金 只要比赛结束 能够如数偿还就没有利息 如此丰厚的奖励 让不少人为之心动 孟子也成为选手心里的最佳搭档 黄一月现今开导 让竞争对手纷纷低头 他希望孟子顾及之前的情谊 两人再次联手大杀四方 可是孟子却告诉黄一月 我早已经选好搭档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早一女和犬八会合 准备在比赛中打破学生会的阴谋 不曾想犬八将她带回基地 是村民议员 众人齐去村落之后 升至摩带领手下包围了整栋建筑 他警告村民 会在比赛结束时将所有人驱赶 然后就把一百人的投票基金搬了过来 全八鼓励大家参加比赛 只要赢了就能保全村落 村民们情绪亢奋斗志激昂 村雨却给大家泼了冷水 作为村落的精神领袖 他不能违背原则参加代表选举 不火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决定 你明明打败过会长 为什么还要退缩 这个秘密没有几人知晓 大家虽然震惊 却也改变不了无法参赛的事实 早遗女看不下去了 没想到村民竟是一帮窝囊费 孟子也随身附和 他还正式宣布 自己的搭档就是林景同学 全八没有了斗志 早遗女只好另寻他人 成为仲裁达人的木润虫石雄风 一旦牵扯到金钱 他体内的基因就开始躁动了 不火和全八不想坐以待毙 两人还是决定参加比赛 一行六人三组搭档 为了赢下选举向会场前进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场比赛早已埋下陷阱 孟子能否识破敌人的轨迹 享受一次跟高手的对决呢 他曾独自一人打败逃餐会长 不仅为姐姐还清欠款 还拿回了操控人生的计划表 可是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时 他却说村雨什么都不明白 随后就从高台跳下 村雨奋不顾身想要拉住姐姐 无奈为时已晚 两人同时坠下了高台 姐姐不幸遇难 他虽然活了下来 这件事也成为他心里无法抹去的伤痛 所以村雨不再参加任何比赛 哪怕学生会要拆了村落 他也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孟子六人前往会场 这次的选举活动有100人参加 两人一组就是50对搭档 他们需要经过一次海选比赛 筛选出有潜力的玩家 这是一场简单的猜拳游戏 每位玩家都会随机得到一张纸牌 他们可以随意挑选对手 只要赢了 就可以获得对手的所有纸牌 如果两人连续平手 率先没有纸牌的玩家就算输 纸牌数达到20就可以进入决赛 比赛开始后 他们采取的策略都不相同 早姨女和孟润默契十足 两人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早姨女挑选对手 在比试过后就能知晓对方的手牌 如果正好被孟润克制 那就由他继续挑战目标 一旦赢下了比赛 孟润持有的纸牌就增加到两张 然后他们只找拥有一张纸牌的玩家挑战 这样赢下对方的代率就更大 两人很快就拥有了六张手牌 随后再重新分配 保证各自手里持有不同的样式 他们运筹帷勃努力冲刺 突然发现第一名玩家已经有了15张牌 仔细一看 他竟然是黄一月 真不愧是豪门千金 只要和他比赛故意输掉 就能立即获得100万报酬 而且排队的选手还不少 很快 他就以29张牌晋级到决赛 不火和犬八没有特别的策略 只能依靠不火一个人 凭借实力和运气慢慢摸爬滚打 比赛只有10分钟 灵景甚是焦急 可是孟子却一反常态 悠哉地坐在一旁喝上了下午茶 直到早已女和不火也进入了决赛 灵景迫切地催促孟子 再不动手可就来不及了 孟子问他手里什么牌 他说自己是不 孟子无奈表示他和灵景一样 并告诉灵景安心等待 好运自然会来 随后就去了洗手间 灵景不想坐以待地 就在此时 有人接近他 谈了一个交易 女生说自己早就输了比赛 只要灵景愿意提供报酬 他就会帮忙寻找有特定手牌的玩家 总算是见到了胜利曙光 他立即答应对方的条件 并拜托女生找到两个石头 而在会场之上 黄发又赢下一场比赛 他的积分已经达到19 如果他晋级成功 那名额就没有了 黄发开始寻找下一位对手 正好选中了孟子和灵景 灵景还感激对方给了机会 和孟子兴高采烈地靠近擂台 谁知刚才的女生 竟然是黄发的伙伴 灵景在寻找石头的同时 也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两人虽然明白大事不妙 但是灵景答应了比赛 事到如今也无法拒绝 孟子主动走上擂台 黄发一脸得意 嚣张至极 不断切换手牌 戏弄孟子 和官宣布比赛开始 两人同时出牌 黄发出了剪刀 可是孟子竟然出了石头 黄发怒气满满质问女生 你竟然敢给我虚假情报 灵景还为女生作证 孟子真的说自己是不 反观孟子一脸无辜 你们没听过吗 要想骗过敌人 就要骗过自己人 就这样 最后一个名额落在孟子手里 四组选手即将进入决赛 就在村民为不火庆祝时 他突然回到村落 告诉大家犬八不见了 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犬八 而目睹一切的村鱼 是否会违背原则 选择出手相救呢 学生代表选举活动 终于进入决赛 办决赛第一轮 是孟子和灵景 对上皇音乐和机器仆人 赢家将会获得一亿日元的奖励 而败者会承担相同的债务 比赛虽然简单 但是规则却有点复杂 每位选手都会分配八张手牌 从一到七外加一张鬼牌 每个回合 四人各选一张比较大小 在开牌之后 鬼牌可以选择变换点数 如果桌上有相同大小的纸牌 那他们就直接作废 在剩余两张纸牌中分出胜负 要是四张全部作废 这一轮就算平局 比赛采取七局四胜 但是赢下四胜的队伍 不一定是最终赢家 其余学生可以用投票基金下注 赢了就能赚取双倍金额 这些资金会换算成两队的支持率 你的胜场乘以你的支持率 会得到一个点数 比赛结束后 点数最高的队伍才是最终赢家 任何一支队伍获得四胜之前 学生们都可以更改他们的下注目标 这轮比赛一开始 孟子和黄一月的支持率就相差悬殊 基本上达到二八开 孟子故意示弱 说自己赢了四把才88胜点 而黄一月只要赢了两局 胜点就有156了 黄一月胸有成竹 毕竟能有这么多支持率 全靠她资金雄厚收买了不少学生 第一回合开始 林景一张七赢下比赛 面对孟子挑衅 黄一月表示 她会连续赢下两场 她暗示机器仆人出大牌 仆人心领神会出了鬼牌 可惜林景也是相同的心思 两张鬼牌一起作废 而孟子一张六赢下了这一回合 早已女和睦润一边观看直播 一边分析着比赛情报 看来出鬼牌的时机左右了局势 黄一月本来拥有巨大优势 现在却被逼到了绝境 看着手牌时 她突然想到 林景最大的两张牌都用了 下一把最多出六点 若她出鬼牌 仆人出七点 这个回合必胜无疑 第三回合开始 跟黄一月预想的一样 她获得了胜利 可是她没有发现 这一回合孟子和林景 只用了最小的手牌 而会长早已看出端倪 下一回合 黄一月想用七一决胜负 孟子故意出了七相互作废 林景的六点打败了仆人五点 孟子赢下三胜 也来到最后下注的机会 学生们纷纷更改投注目标 但是结果只能在结束后公布 黄一月不能再输了 可是看着手牌时 她才发现 两人已经没有大牌了 第五回合 孟子使用了鬼牌 她决定变成七点最终赢下比赛 两队支持率公布 虽然比值大概三比七 但是在成以胜场之后 孟子以巨大比分优势赢了黄一月 她无法理解为何会输 孟子告诉她 因为我一直暗示你 是你一心求胜把所有大牌都提前使用了 所以你才会输 黄一月差点把牙咬碎 但也无法改变比赛结果 下一场轮到早已女队战不活 可是犬八被人绑架 只有不活一人上场 如果她不出现 那只能判定不活认输 就在不活孤立无助之际 一阵脚步声传入会场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缓缓步入 而她就是传说中 曾经打败过会长的村雨天音 她看着对手将纸牌收起 脑海中便开始计算手牌顺序 早已女一边切牌她一边更新数据 同一时间 她还要计算木润的手牌 可是不管两人如何打乱顺序 16张纸牌的位置都被她轻松拿捏 早已女选择了6点 而木润会出小牌2点 她看向队友不活同样选择6点 五十蓝宣布开牌 这个结果吓了早已女一跳 因为相同点数会作废 所以她只用3点就赢下第一回合 大家都以为是运气不好 只有高手才明白 这个村雨确实不简单 比赛开始前 不活因为搭档失踪差点失去资格 最后时刻村雨及时出现 业余比赛降临职业选手 早已女和木润自然是极力反对 一向冷眼旁观的陶餐 竟然主动给了村雨特权 让她代替全八参加比赛 毕竟只有这个男人 才能让她无趣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 眼看会长亲自发话了 早已女和木润也只能把苦水吞进肚子里 但是两队的支持率却相差悬殊 三七开 在七局四胜的游戏里 早已女只要赢下两局 就能打败传说级别的天才学生 可是第一回合的失利 并没有让两人意识到村雨是多么可怕 木润想要赢下一局 决定出鬼牌 早已女便选择最小的一点 村雨确认一下不火的手牌 然后做出一个完美选择 双方开牌 木润再次惊掉下巴 即使鬼牌变成七点也是作废 村雨两点打败了早已女 连续两次用这种方式获胜 早已女不敢相信对方会如此强大 第三回合也是如此 村雨的鬼牌废掉了对面七点 不火无点取得胜利 两人暴跳如雷 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玩下去 陶餐乐在其中 意犹未尽 孟子也感叹村雨太过强大 早已让他热血沸腾 村雨三胜 学生们开始了最后下注 他们的支持率也发生了改变 第四回合开始 早已女和木润已经乱了方寸 他们孤注一掷想要赢下一局 可惜村雨两人 一个出七点 一个出鬼牌 七点相互作废 不火选择六点赢下比赛 四比零结束战斗 两队的支持率也发生巨大逆转 村雨将对手虐得体无完肤 木润又变成养花少年 最终压力过大晕厥过去 早已女也形容村雨 你根本就是个怪物 下一轮就是决赛 由孟子和林景对上村雨和不火 村雨的支持率更是暴涨 第一回合开始 他仍然将三人手牌全部记下 林景七点孟子四点 可是在开牌之后 村雨和不火同时出了一点 孟子两人轻松赢下一个回合 因为村雨看见 不火选择了一点 他无论出什么牌都是会输 所以用掉了最小的手牌 不火道歉 是他的失误才输掉了比赛 这反应让其他三人有点诧异 怎么赢了还长须短叹呢 第二回合 孟子选择了七点 林景是四点 在确认不火手牌之后 村雨选择了鬼牌 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无论鬼牌变成几点 不火的两点也无法获胜 在这里 不火已经偷偷打乱了手牌顺序 让村雨误以为他会出五点 如果是必输的结果 村雨可不会浪费鬼牌 林景还在庆祝胜利 孟子却盯住不火 看他愧疚自责泪如雨下 刚才还哭得梨花带雨 可是一转眼 不火的真实面目终于暴露出来 天才选手参加比赛 直接把对手虐的精神崩溃 可是进入决赛之后 搭档却频繁失误连输两个回合 不火一边流泪一边道歉 都怪自己不小心连累了村雨 但是孟子早已看穿他的阴谋 从两人第一次见面 孟子拒绝了不火的邀请 倒有人把村雨打败过会长的秘密告诉他 最后犬八失踪 不火差点失去了参赛资格 这一切都是他的设计 就是让村雨出手 然后再故意输掉比赛毁了村落 不火终于卸下伪装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会长 因为会长那一句 你的眼睛很漂亮 使他彻底臣服在会长的威严之下 他发誓要得到会长认可 并成为学生会议员 村雨来比赛就已经违背了原则 这代表他接受了会长统治 他还嘲讽孟子 当面揭露一切 这不是在会长面前给他增加好感度吗 灵景听了半天总算反应过来 如果不火想要输 那比赛不就变成三打一了吗 场外的学生看见有人故意要输 纷纷选择更改投注目标 双方的支持率也发生不小改变 第三回合开始 灵景出六点 而孟子选择了三点 村雨还想看不火的手牌 可惜他已经做好防备 将手牌挡了起来 村雨只好选择七点 最起码还能赢下一局 可是谁能想到 不火竟然也出了七点 即使是队友 相同点数一样作废 灵景还想庆祝赢了比赛 但是孟子却一脸不屑 还差一局 灵景和孟子就能夺下冠军 而孟子也拿出了鬼牌 村雨已经无计可施 开牌之后 不火和灵景都是三点 相互作废 村雨只有四点 只要孟子选择五六七 他们就能赢下决赛 可是孟子思考之后 竟然要把鬼牌变成一点 这可把他们看傻了 灵景试图说服孟子 眼看就要赢了 咱可别闹了 但是不公平啊 四个人里只有不火想要输 这样的比赛不够刺激 所以我也一样 要故意输掉比赛 在孟子坚持下 村雨凭借四点赢下一个回合 灵景也有难处 毕竟输了决赛 就要背负三亿欠款 他告诉孟子 自己无法配合他的决定 并会努力赢下决赛 孟子很是高兴 因为这样的比赛 才会让他热血沸腾 不火毫不惧怕 孟子已经没有了鬼牌 只要他出鬼牌就能获胜 可惜灵景也是同样的想法 两人同时拿出了鬼牌 只能相互作废 而村雨知道孟子出了一点 他只用两点就赢下了第五回合 高手之间的配合不需要言语 不火就算想输也没那么容易 在第六回合 他使出了最小手牌四点 村雨和孟子同时出了五点 外加灵景的五点 三人点数一样全部作废 一心求败的不火被迫赢下一局 这是何等绝望 就连想输都无法成功 比赛进入最后一轮 不火看不到输的希望 转身就哀求村雨帮他 虽然我想害得你身败名裂 但是你认输好不好 村雨犹豫之际 孟子几句话点醒了他 他将手牌三点扣下 率先决定出六点 这里我是真的没看明白 可能是为了后面做铺垫 因为此时灵景只有一合二两点 而孟子手牌是二合六点 不火一直出小牌 最后两张是五合六点 哪怕村雨没有计算别人会出什么牌 他只要出三点就一定会赢 当三人都选好牌之后 孟子也开始热血沸腾 二选一就能决定是天堂还是地狱 正是孟子在比赛里期盼的选择 四人开牌 不火和村雨都是六点 灵景和孟子也都是两点 决赛打成了三比三平局 现在决定胜负的关键 取决于学生们投票的支持率 而在不火公开真面目之后 学生们早就纷纷投向了孟子和灵景 难道不火的阴谋诡计就这样得逞了吗 为了让比赛更加刺激 孟子也决定要一心求败 可惜最后一轮打成平局 双方胜负取决于队伍的支持率 不火开始得意忘形 因为他想故意输掉比赛 他和村雨的支持率早就落后了一大截 孟子无话可说 双眼勤满了泪水 这远超不火的预料 怎么可能 为什么投注金额突然多了十亿 他似乎又明白了原因 一脸惊恶地看向孟子 你猜对了 他们自己挺身而出了 在四人比赛之际 早一女跟村民们就出了犬吧 可当他们发现不火的真面目之后 整个村落变得鸦雀无声 遭人背叛让村民们失去了希望 而在外面 生智魔也带领手下包围了建筑 要将村落移为平地 这压抑的氛围让人窒息 早一女可无法忍受 他走上讲台 质问大家就甘心认命了吗 第一个响应之人又是木润 输了比赛可以忍 但是被人欺负可不行 犬吧也恢复了斗志 号令大家将所有的不甘心 化为实际行动 村民们斗志高昂全部集结 是要跟学生会鱼死网破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早一女很明显不适合体力运动 眼看英雄就美 被人杰足先登 木润就连同伴都一脚踹飞 经过奋力反抗 犬吧带领所有村民来到投票点 一百村民 总共十亿资金全部压在村宇身上 村民齐心合力 挫败了不活的轨迹 他的如意算盘中是白忙一场 村宇和不活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 虽然他赢下比赛拿到了空白计划表 但也只能放弃一切离开学校 而在计划表上 村宇为孟子写了一个简单愿望 希望食堂能引进好吃的甜品 孟子品尝美味 甚是满足 林景却因为两亿欠款 生无可恋 就在此时 早一女带着神秘礼物出现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两亿现金 因为孟子看穿了不活的阴谋 所以拜托早一女 为他投下两亿给村宇 可惜迎来的奖金 在偿还欠款之后 也一毛不胜了 早一女和木润也抓住机会 投票给村宇收获颇风 五十兰给淘仓汇报学校情况 家畜数量维持在一百左右 上缴金收入也维持稳定 虽然他光挑好听的说 但是淘仓自然明白 事实并非如此 优美和百合子饱受煎熬 他们不知为何 提出宫市站的家畜与日俱增 害得两人抱头鼠窜 不敢露面 还有学校的报道 称赞孟子会成为下任会长 这让一些学生 比至现在的学生会 他们把这些都归罪于孟子 都是因为他太出风头 淘仓听出话外之音 知道有人按捺不住了 优美借机说出计划 他邀请了一位高手来打败孟子 黑衣男人步入室内 单膝跪地拜见会长淘仓 他在两年前被无限期停学 临走之时 将一发子弹扔给淘仓 并发誓 当他再次回到学校 必让淘仓以命相抵 有人反对他重回学校 百合子却为其说情 想打败孟子就要以毒攻毒 淘仓无动于衷 只是让他们随便行动 是鬼神也提出条件 如果打败了孟子 就让他正式复学 神秘男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孟子又能否成功打败他呢 为了击败孟子 学生会想要以毒攻毒 这个男人更是狡猾无比 他先把矛头瞄准了黄一月 在比赛之际 是鬼神入侵了他的账户 看见30亿存款以飞快速度减少 黄一月只能认输投降 第二个目标就是早姨女 他本来运气爆棚 连硬树吧 可是打败孟润之后 早姨女割下他的头发 毫不顾忌并肩奋斗的情谊 但是从那时起 他压小就开大 菜单就是双 本来鼓起的钱包已经空空如也 黄一月四季出现 愿意献出全部身家的早姨女 只要他愿意帮忙打败是鬼神 可奇怪的是 是鬼神竟然没有亲自上场 反而是派出了一位家畜 比赛项目更是简单 将四个头子摇成叠加状态 最上面点数乘以层数 便是此回合积分 如果没有层数 那得分就是零 即使跟家畜比赛 早姨女也不会手下留情 他拿起头中左右摇晃 随后扣下掀开 就将四个头子叠在一起 最上面是三点 所以他的分数是12 只见家畜一脸从容 本以为是个高手 不曾想最后 四个头子全都没有叠起来 三人很是高兴 这么轻松就赢下一局 对手突然尖叫起来 发疯似的朝门外跑去 然后被其他人 给强行拖回擂台 早姨女方才知道 如果她输了比赛 就要从窗户跳下去 她不想成为 霸凌他人的凶手 转身就要离开此地 是鬼神也不劝阻 直接让手下 把家畜推到窗边 她只能回到擂台继续比赛 并让黄一月 拿出相应资金 因为她打算 故意输给对手 黄一月委屈说道 我可帮不了你 原来她所有资产 都被夺走 账户里只有一个灵弹 而她早成为 是鬼神的手下了 早姨女思考片刻 认为她们在故弄玄虚 想一走了之 可是万一呢 如果她真的被推下来 那自己不是要内疚一辈子 她还是无法狠下心来 只能故意输给对手 早姨女拿起对手的 头中随便一晃 打开之后 四个头子叠加在一起 最上面还是最大的六点 这样就算她赢了吧 看来你的脾气还挺倔强 为了让早姨女失去锋芒 是鬼神将她推到窗边 随后又让她跪在地上 如果那么想就家畜 就改改态度 给我好好求饶 早姨女失去了光彩 成为任人摆布的玩偶 而是鬼神 却异常享受折磨对手的快感 几位学生会干部 观看了全程 不禁感叹 这个男人有点东西 孟子刚来到学校 广播里就传出早姨女的声音 在看大厅屏幕 她双眼无神坐在椅子上 是鬼神也出现 正是邀请孟子一决胜负 会长告诉她 光凭一个广播 还不足以让孟子答应比赛 陶餐拿起一份邀请函 把她交给孟子 她自然会现身擂台 早姨女无力偿还欠款 只能成为一天工作 16个小时的苦力 她似乎已经妥协 彻底失去了反抗精神 林景希望孟子伸出援手 毕竟她的资金还有30亿 孟子直言拒绝 第一 我现在没有多余时间 第二 早姨女也不希望我那么做 她拿起会长的邀请函 前去和是鬼神一决高下 不曾想这局比赛 也充满了让人无法决断的陷阱 孟子和是鬼神 终于在赛场上首次交锋 这局比赛叫做黑色德州扑克 选手各持两张底牌 然后再发五张公共牌 玩家从公共牌里选出三个 和底牌组成排行最大的人获胜 他们仅用梅花和黑桃两个花色 排行不包括铜花和顺子 杂牌比较大小的规则没有改变 这种情况下 最大的排行也就是双对了 两人都拿出了30亿 但是孟子认为还不够 如果是鬼神输了 就要发誓离开百花王学园 永不踏入此第一步 是鬼神也提出附加条件 孟子要是输了 便要永久剥夺比赛资格 两人将各自存在的意义全部压上 比赛也正式开始 第一回合 孟子拿到底牌之后 直接压上三亿筹码 是鬼神反倒高兴起来 跟住之后派发了三张公共牌 孟子突然岔开话题 你不是说能看见别人的颜色吗 那你看我如何 是鬼神挡上左眼 只见孟子散发出金色夺目的光芒 他生平所欲 也仅有陶餐一人能与之匹敌 但是孟子根本不信 他又加上三亿筹码 随后便把是鬼神的鬼迹逐一拆穿 他最先盯上了优美跟百合子 收买家处进行公事战 将两人逼入绝境 随后利用百合子手下 在仪式中故意提到黑色罪人 这才让两人把是鬼神邀请回学校 最后便是新闻部和黄一月 众人方才发现 原来他们都掉进了是鬼神的圈套 公共牌拍发完毕 孟子也将筹码提到十亿 他没有反驳 没有弃牌 没有任何表情的跟注 可开牌之后却是杂牌 而孟子一副队二赢下第一轮 用最小的杂牌虚张声势 用最小的队子显中求胜 是鬼神感叹 狂赌之冤果然非同一般 可就在此时 校园内发生了爆炸 他一脸得意 要和孟子进行第二回合 孟子思考片刻 问他爆炸的地方 是不是学校北方的资料管理室 他猜测引爆的条件 是自己凑成了队子 因为公共牌摆放特殊 四张对应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上面的点数 则表示了从此处到目标建筑的位置 中间牌如果凑成队子 那可能会导致 全方位多处建筑集体引爆 可是孟子没有妥协 他毫不犹豫地跟注等待对方发牌 每一张代表一处建筑 第三张就是二号大厅 此处便是林景等人观看比赛的房间 尖叫声此起彼伏 林景和同学们立即逃了出去 第四张牌对应杂物间 两人都选择了跳过 直到公共牌发放完毕 孟子直接加注9亿 总共金额再次达到了10亿 林景知道孟子想赢 这也表示还会发生爆炸 他说还好 那个地方没有人在 随后先开手牌 果然又凑成了一对 跟孟子猜想的一样 杂物间里发生了爆炸 只有生智魔惨遭波及 是鬼神仍然是杂牌 两个回合输给孟子20亿 黄一月兴奋不已 总算有人能把他的30亿给夺回来了 第三回合开始 公共牌里出现一副对子 他代表体育仓库 还好那里没有人 而且孟子最讨厌的就是运动会 如果他爆炸了 那岂不是两拳其美 是鬼神却突然坏笑起来 他又拿出51筹码 要跟孟子一决胜负 只要他凑成对子 校内建筑就会发生爆炸 即使如此 孟子两个回合还是赢下了20亿 第三把底牌有个皮蛋 正好能和公共牌凑成双队 眼看胜利已是囊中之物 第五张公共牌却来了一个间 是鬼神好似期待已久 直接拿出51筹码全部压上 就像他的底牌要比孟子还大 可惜虚张声势并不能吓退孟子 他当然会选择跟住 这反而掉进了是鬼神的陷阱 孟子刚要开牌 身后的投影仪却突然启动 只见早一女被拉到体育仓库 那里就是他今天工作的地方 如果孟子选择开牌 在他赢下比赛的同时 体育仓库也会发生爆炸 是鬼神不断叫嚣挑衅 孟子却一言不发 沉默两久之后 他只能选择认输 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 也让众人惊愕不已 是鬼神回到学校 分别打败了黄一月 早已女和蛇参孟子 伍时兰宣布 他可以正式复学了 但是他突然发难 逼迫逃餐 交出会长宝座 优美与百合子 已经联手投向了是鬼神 露娜保持中立 更是不敢有任何反抗 副会长和伍时兰 也没有资格坐在那个椅子上 事到如今 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成为会长 伍时兰很不甘心 要和是鬼神比赛 将他逐出学校 如果他输了 就献出自己的生命 是鬼神掏出一枚硬币 就用最简单的方式一决胜负 在硬币下落时 陶餐出手将他夺了过去 他摊开手掌 告诉伍时兰已经输了 作为取消比赛的补偿 陶餐愿意将会长宝座 让给是鬼神 自己是沦为家畜 还是被停学 都听从是鬼神的命令 两年半之前 他把半数学生变为家畜 而现在 他终于将整个百花王学院 踩在脚下 是鬼神把伤纳金调高到余异 这样一来 所有学生都会沦为家畜 林景不知道要如何宽慰孟子 可让孟子欲哭无泪的 并不是输了比赛 而是学校都天翻地覆了 运动会竟然还要如期举行 他只能写信拜托早姨女 不择手段也要搞砸运动会 谁让孟子的运动天赋基本为零 他可不想在全校面前出洋相 林景前来看望早姨女 将信封和食物送到他手上 只是天色已晚 宿舍大门马上就要关闭 他也只能匆匆离去 在会长继任仪式上 是鬼神拿出家畜牌子 在所有人面前亲自为陶餐带上 他们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却无能为力 陶餐依然面无表情 还要担心跪地参见新任会长 是鬼神欣喜若狂 再次观看陶餐的颜色 已经完全变为黑色意味着绝望 可就在此时 陶餐突然起身 大门也同时打开 孟子缓缓步入大厅 像是鬼神提出比赛邀请 他当然不会同意 因为孟子输掉比赛 被永久剥夺资格 早姨女突然出现 他取下牌子冲向是鬼神 以家畜身份向他提出攻势战 而替他比赛之人 正是蛇餐孟子 攻势战地位高于一切 比赛禁令也失去效用 陶餐一声冷笑 竟然被你们抢先一步 说吧 他摘下牌子扔给是鬼神 同样以家畜身份提出攻势战 两位高手心有灵犀 三人之间的对决 也势在必行 但是这局比赛 正是是鬼神当年 将半数学生变为家畜的手段 孟子能否顺利取胜呢 孟子和陶餐 像是鬼神发起攻势战邀请 两大高手齐上阵 是鬼神可不敢掉以轻心 他要求比赛方式由自己决定 比赛需要两人一组 他替陶餐挑选了50篮作为搭档 早已你的实力也不低 所以是鬼神故意挑选了灵井 让他和孟子成为一组 可是谁来做自己的搭档呢 优美与百合子 不想卷入这么危险的比赛 生智魔却突然毛遂自荐 能跟会长和孟子对决 是他实现理想的最佳方式 这局比赛里孟子三人的身份是玩家 三位搭档是人质 每人各有两张姓名牌 外加一张玩家牌和一张人质牌 除此之外 还有子弹牌和开枪牌 比赛开始后 向三名玩家各发一张笔牌 牌也会放在手枪前后的方框内 然后玩家们轮流抓牌和出牌 如果得到了开枪牌 就必须立刻使用 由下加出最后一张 此回合便结束 左侧代表开枪人 该玩家需要使用左轮对右侧的目标开枪 如果目标生还 便能获得子弹数乘以一亿 再加上五亿的存活奖金 这个游戏进行五个回合 获得奖金最多的人便是胜利者 若有人半途允命或认输 则最后留下来的人获胜 灵景才反应过来 什么叫做有人允命 生智魔亲自演示了一番 他拿过左轮描向看台 一枪打在路人甲的肩膀上 原来是真枪实弹 灵景立即劝说孟子逃跑 直接被光头按在椅子上 可别忘记了 你们的身份是人质 第一回合开始 底牌是由是鬼神向灵景开枪 孟子告诉他 如果活下来 最少能赢下六亿奖金 这游戏不被开枪是无法取胜的 随后孟子把目标变成了五十篮 是鬼神拿到子弹牌 毫不犹豫就把它用掉了 枪里的子弹增加一发 他也获得了一亿奖金 逃餐出牌 把目标换成生智魔 这可是他期待已久的死亡体验 轮到孟子出牌 他刚要出手 灵景便出言劝阻 你想把自己放在哪里 当然是被枪击的一方了 灵景坚决不同意冒险 孟子只好使用人质牌 但是他仍不同意放在被打一方 那样就有三名人质要被枪击了 孟子没有办法 只能把自己放在开枪的位置 轮到是鬼神后 他又把目标换成了灵景 这可把他吓坏了 千万不要出现开枪牌啊 开枪牌及时出现 只差孟子打出最后一张牌 他微微一笑 真是来了一张好牌呢 只见孟子 把是鬼神的名字放在了目标处 排行已定 光头拿出左轮手枪和两发子弹 装弹完毕后滚动弹仓 随后就把左轮交给孟子 虽说有三分之一的概率会中枪 可是鬼神却毫不畏惧 反而催促孟子赶紧开枪 孟子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随后便扣动了扳机 只可惜是空弹 是鬼神获得7亿奖金 加上子弹牌 第一回合就赢下了8亿 他突然露出阴森笑容 因为此局比赛已经被完全操控 何光会听从他的暗示 在关键时刻发出开枪牌 光头一直把实弹放在身上 如果被枪击目标轮到是鬼神 他就会拿出事前备好的惰性弹 这种子弹没有反应 所有人都会认为只是空弹而已 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是鬼神出手就是加2的子弹牌 不仅获得2亿奖金 幸存下来的概率也变成了二分之一 而在孟子打出开枪牌后 是鬼神把目标换成了陶餐 这次使用的子弹可是货真价实 陶餐能否在是鬼神枪下 成功活到下一回合呢 这把左轮有三发子弹 是鬼神用他抵住了陶餐的脑袋 生存几率只有二分之一 众人很是担心会长的安全 陶餐仍然面无表情 还不开枪是没吃饭吗 是鬼神很下心来透动扳机 幸好又是空弹 这一轮结束 陶餐获得了8亿生存奖金 第三回合开始 孟子打出加2的子弹牌 是鬼神将孟子放在目标处 陶餐又把自己放在了开枪位置 而就在此时 孟子又一次拿到了开枪牌 生智魔催促是鬼神 把自己放在目标处 能被会长干掉的机会可不多 是鬼神表面答应 但是他却把灵井放在了开枪位置 灵井拒绝接过手枪 他无法对孟子扣下那致命的扳机 孟子安抚灵井 你放心 这把枪被做了手脚 根本打不出子弹 他慢慢靠近孟子 举起手枪指向了脑袋 我相信你 可是如果打出了子弹 那我也会对自己开枪 这一枪又是空弹 灵井堪坐在地上心有余悸 而孟子这一轮赢下八亿 再加上子弹牌奖励 他一共获得十亿生存奖金 比赛来到第四回合 孟子又是一张加二的子弹牌 是鬼神紧随其后 打出了加一子弹牌 枪里已经四发子弹了 看样子一定会有人隐命了 陶餐把目标变成是鬼神 孟子又将陶餐放在了开枪处 是鬼神这把没想冒险 只是把目标换成五十篮 何关听从指示 把开枪牌发给了陶餐 轮到孟子打出最后一张牌 陶餐也颇有深意地说道 只见孟子拿出手牌 把陶餐放在了目标位置 所有人惊恶不已 这不是要自己对自己开枪吗 是鬼神更是喜不自胜地夸赞道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啊 四发实弹 生存下来的概率只有三分之一 是鬼神亲自将左轮交给陶餐 陶餐依旧无动于衷的抵住脑袋 你知道当年 我为什么把你赶出学校吗 不是因为你把一半学生变为家畜 只是因为你这个人太无聊了 陶餐竟然连开两枪 直接一战封神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在是鬼神眼里 陶餐又散发出昔日的夺目光辉 就连孟子都变成了生智魔同款 不禁感叹 这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呢 陶餐也以17亿奖金成为第一名 比赛进入最后一个回合 排行变为灵景对自己开枪 他恳求孟子换人 孟子一口答应下来 随后就打了加一子弹牌 是鬼神更是将玩家牌放在开枪处 陶餐心领神会 又打出加一子弹牌 三发子弹 三人分别向他开一枪 大家纷纷开始跟灵景告别 你这下是没希望了 孟子再次拿到了开枪牌 剩下的都取决于是鬼神了 虽然他很想杀了两人 但是赢下比赛才是首要任务 他将自己放在了目标位置 因为光头会使用惰性弹 三枪之后 他就能赢下24亿 第一非他莫属 孟子和是鬼神打完两枪 结果都是空弹 最后一发轮到了陶餐 看见是鬼神胆识超群 毫不惧怕 孟子决定告诉他一些信息 我在你的惰性弹里 放入了一枚石弹 就是那枚你留给会长的子弹 是鬼神瞬间陷入恐慌 立马从枪口下逃走 这不可能 我的手下不会背叛我 你又是如何知晓那枚子弹 并且放在惰性弹里呢 他回头一看 早一女拿着那封邀请函 出现在门口 原来这一切都是三人之间的陷阱 他偷偷潜入替换了石弹 即使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是鬼神也不敢让陶餐开枪 孟子来到身后抱住他 放心吧 我会陪你一起死 谁让我也输给了会长呢 陶餐缓缓举起手枪 随后便扣动了扳机 只听一声枪响在大厅内回荡 再次看向三人 是鬼神举起枪头代表着认输 他的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 是鬼神消失了 优美三人因为背叛会长 也被惩罚沦为苦力 学校也恢复了平静 孟子拿到新的邀请函 他讨厌的运动会终于取消了 唯有早一女 依然屡战屡败 没有一丝好运 这都是因为 他剃了木润的头发 木润不仅祈求早一女没运昌盛 还献出灵魂 从地狱深渊召唤出恶魔撒旦 为自己报仇 陶餐决定 将他的族人请来学校 而这些人堵住了孟子去路 他本能感应到 这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呢